HELLO 大家好,我是Nancy,今天要教你们谈的是Lost Stars 这首歌首先调音的部分,我在视频里面是降半音,所以我的空弦音是这样的 这首歌其实原唱两个版本,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的话,男生其实就是标准调音 女生那个版本好像是夹了一品还是二品的样子 这首歌本身是调比较高的,所以你们可以去试一下自己适合哪个调 降半音也好,标准音夹,变调夹也好,或者是试一下降全音也是可以的 好,那和弦的部分呢,我们用到第一个和弦是Fmaj7,是不是非常熟悉? 我经常用这个和弦 第二个是EM,这是传说中最简单的一个和弦 第三个GF的是E 这里我们没有弹到E弦这个音 第四个呢,G和弦,同样没有弹到E弦,所以你只需要把左手的食指抬起来就行了 这样 然后是Cmaj7 很熟悉的一个 然后是D7 D7 好,这就是我们用到的六个和弦 那和弦的大概顺序呢,是这样的 这首歌呢,我们大概有分为三段的样子 那第一段呢,就是从一个Fmaj7开始 前面的两句话,我们都是一直在扫这个 好,到了第三句的那个 take my hand 插完这个hand之后 take my hand 然后我们就换了这个EM和弦 这样和hand的对应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ile we wake up tomorrow 这样子 好,tomorrow 这里又换回了Fmaj7 然后这一段的后面就是这两个和弦切来切去 对,又换回来了 又回到Fmaj7 so let's get drunk 对,G so let's get drunk 然后换回来 oh tears 这样 这是第一段的和弦 到了第二段 I'm gone 又来到了Fmaj7 I'm gone tell us a reason 到了Cmaj7 reason 你就感觉这个歌终于回到了一个主线上 刚才都是新选着的 现在又下来了 And God tell us a reason Use this way sit on the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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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hunting Season 又回到了Cmaj7 Season and the lamps are on the Run 对,Fmaj7 Searching for Searching for meaning Minen 这个词就到了Em Em Badawi O D7 Badawi O Lost dark Try to light Fmaj7 Light up the dark Dark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G F11 D转 G 这两个总是在一起用 这样子 好 那这个G F11和G 这两个和弦呢 我都没有扫到E弦 我是喜欢用左手的这个地方 去把琴锦握住 然后把E弦给 这样闷住 你在按和弦的时候 可以尝试一下 E弦是没有声音的 包括 十指松开 这样子 通过左手来把E弦闷住 好 这就是第二段的和弦走向 那第三段的和弦走向呢 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Fmaj7和Cmaj7之间的转换 就是这一段 也是我们最熟悉的 好 I thought I heard you call I thought I saw you out there crying 好 好 Fmaj7 开始 Crying 到Cmaj7 Crying 这样 又到了Fmaj7 I thought I heard you call my name My name 的时候 Cmaj7 I thought I heard you out there crying 对吧 又换回来 好 Just the same Same 的时候是第七 Just the same 这样子 好 这是第三段的和弦走向 那 在梳理这个和弦走向的时候呢 一方面 我会给你们谱子去看谱来学 另一方面呢 你可以把歌词写出来 然后把那些关键的 关键字的部位 把它圈出来 这是你换和弦的歌词 这样呢 你就会通过 练和弦的本身的时候呢 就可以来 一起把这个弹唱配合的部分 来稍微练一下 通过某些关键字把它抓出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最难的部分 就是右手的扫弦节奏 这首歌的扫弦节奏呢 是这个样子的 哎 它看起来 甚至比我们讲过的最复杂的那个 晴天的扫弦节奏还要复杂 因为它涉及到了四种节奏型 一个八分 一个四分音符 一个前八五十六 一个前十六后八 还有一个十六分音符 同时它还涉及到了四条眼音线 对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要把这些眼音线都去掉 眼音线都去掉 这样一个节奏 我们就可以来一拍一拍的分开来讲它 首先第一拍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下扫的四分音符 所以就是扫一下就行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要在它的后面加上三个空字 下空空空 这三个空字呢 是你的手在上下上下的摆动 我们的手啊整首歌曲 我们是以一个十六分音符的速率在摆动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一直在这样摆 如果你把音量调小的话 你会发现手一直是均匀的速度在摆动 你再把音量打开 会发现我弹出来的节奏是一种很丰富的 它并不是你看到的那样这样子 全部都在扫到 手一定要摆起来 是因为它会带给你一个自然的韵律 哪怕你没有节拍器 哪怕你的节奏感很差 你的手的摆动就是 本身就是一个节拍器 它会带给你那种手上的韵律感 这个第一下四分音符的下 之后我们有三个空 这三个空你的手是在上下上 这样摆动的啊 其实是上下上 所以是下上下上 OK 下上下上 第一个下 挨到琴弦 后面的三个 不要挨到琴弦就是空 下空空空 这样 四个动作 一定不要偷懒 好 那第二拍呢 前八后十六 前八后十六我们在晴天里面讲过 是下空下上 口 空下上 空下上 下空 第二拍呢 十六分音符 最简单的 下上下上 四个都要爱到琴弦 OK 那这一段的早弦节奏呢 就是我们首先把这个完整的弹出来 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个口诀 一个字一个字的来面 同时把手上的动作做出来 就是下空空空 下空下上 下上下空 下上下上 我们现在是以一个很慢的速度在练 你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也可以这个样子 那慢慢的把节奏加快 把那个韵律带进去就是 这样一个比较快的节奏型 好 这是第一步 不带沿音线的时候呢 把它练出来 第二步很重要的 就是把沿音线加上去 那沿音线的部分呢 就是被它连起来的两个音 就是合二为一 后面的那个音不少 我们把它念作空 前面那个音让它延续过去 所以叫沿音线 所以呢 加上了沿音线的部分 我们又多出来了几个空 好 找到那几个空字 那所以第一拍没有变化 对不对 还是 下空空空 好 第二拍呢 是本来是下空下上 中间那个下又变成了空 所以是下空空上 下空空上 好 第三拍呢 和第二拍前面有着一个连接 第三拍的第一个下被吃掉了 所以就没有了 所以它就变成了 有本来的下上下空 变成了空上下空 这个空是下啊 空上下空 空上下空 这是第三拍 第四拍呢 第一个音和第三个音 都是被沿音线连起来了 它们变成了空 所以是两个空着下 和两个上 就是空上空上 所以是这样的 空上空上 空上空上 好 那我们来一点点连起来 第一拍和第二拍连起来 是这样的 下空空空 下空空上 一二三拍连起来 下空空空 下空空上 空上 下空空 那一二三四拍 全部连起来 下空空空 下空空上 空上 下空空上 空上 全部连起来以后 你就会感觉特别的复杂 但是我刚才一拍一拍讲的时候 你有没有好好听呢 一定要把笔记写在你的谱子上 然后慢慢的来 从慢速开始来练习 慢慢的来练 好 那整个节奏型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有一种韵律感 这种韵律感 其实我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是不会喊那么多下和空的 因为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事情了 我会找一种感觉 就是把那个空变成 嗯 就那个嗯 不喊出来 把上和下喊出来 我只喊手 然后要做那个动作 那就变成了 第一拍下 第二拍是下 上 两个嗯在中间 下 上 下 上 第三拍是 上 下 上 下 这样子 第四拍是 上 上 好 那连起来之后呢 我的这种感觉就会成为 这样 下 下 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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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右手一直是以16分音符的速率去摆动的 啊 这样的感觉练多了 你就可以很很好的把这个速度提起来 整首歌 它的扫弦基础节奏就是这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听拦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扫弦的节奏 那在中间的某一些地方 比如说和弦转换的时候 我会把最后一拍的这个16分音符扫得满一点 它可能会变成这样子 这三个我全部扫进去 这样子一种感觉 这就是我在扫弦的时候的一个心理状态 那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练习 这就是Lost the Star的调音部分 扫弦的弧弦还有右手的扫弦节奏 那我每周都会制作一个新的视频 吉他谱呢 你可以在我的微博微信 QQ空间 还有豆瓣的相册里面找到 那下周见了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鹰吉他小屋 我们在这里有点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留在 Calm